大家好 这些国际先看到今天是北韩建国纪念日 那么平壤为了要庆祝建国75周年的国庆日 9月9号零点起是在金日成广场盛大的举行了一个阅兵仪式 那刚刚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也是北韩他们今年第三度的阅兵 领导人金正恩和女儿金珠爱是一同亮相展现他们好感情 那么可以看到为了要庆祝这场盛事阅兵当天 北韩他们的跳伞编队特意是穿上了夜光制服 从直升机从上面往阅兵场一下一要往下跳 就是要来为建国纪念日阅兵来拉开一个序幕 可以看到刚刚他们还是特意手牵手这个风格是相当的好莱坞 更多的情况交给国际中心记者柳子瑜 是的主播北韩8号晚上在金日成广场庆祝建国75周年 今年也是朝鲜半岛脱离日本统治满75年 金正恩举行民方武力阅兵式来看一下当时现场画面 这是北韩今年第三度阅兵 不过参与的不是正规军 也没有看见洲际飞弹等武器 金正恩与女儿金珠爱一同出席 但当晚似乎没有发表演说 大陆派出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代表受邀出席阅兵式 俄罗斯方面则是由军队学院合作团出席 现场也播出北韩战争宣传纪录片 而为了庆祝北韩建国日 金正恩在6号还亲自主持了 北韩最新战术核潜舰的下水仪式 这艘战术核攻击潜舰 弦号是841号英雄金箭玉号 是由北韩现有的中型潜舰改造而成 有四个大型发射管六个小型发射管 预计将能发射北韩的海啸和鱼雷 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潜射弹道飞弹 金正恩在现场表示 这艘潜舰将用来对抗美国 也是北韩海军未来的力量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交还给棚内主播 详细来看到平壤是在9月9号0点起 开始在金日城广场盛大的举行 这个阅兵仪式来庆祝他们的75周年 而在阅兵仪式中 阅兵台上还有一个焦点 可以看到是近期频频亮相 北韩公主金珠爱 他这一次可以看到 他也陪同父亲金正恩来一同出席 来观看典礼 那么金珠爱他坐在阅兵台的 最主要的一个位置 成为现场的一个焦点之一 而且他还特别是侧的身子 和爸爸摇耳朵 父女的感情是可见一斑 另外这个仪式上面还有一个小心机 不止这个样子 因为分析就特别点出了 这一次的阅兵仪式 其实已经是北韩他们 自2020年10月以来 连续第七次 是在晚上或是夜间 晚上可能就傍晚的时候 夜间是0点00点起 来开始举行这个阅兵仪式 因为其实这个阅兵仪式 可以达到两个效果在晚上的时候 分析就指出呢 一来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了 北韩他们落后 比较落后的一个现况 比较少呢 夜晚就比较会暴露在这个情况下 二来呢 是还可以配合华丽的照明系统 轰托这个现场的一个阅兵的气氛 而在北韩庆祝建国这一天呢 其实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是像金正恩 是有在当天的时候来制贺电的 那么大陆外交部 他们则是在这之前呢就派出了国务院的副总理 刘国中他来率团访问北韩 并且呢是出席 不过呢大家就很关注 怎么俄罗斯呢 他们没有派外交使团来访问 尽管呢这个情况是比较罕见 但是呢专家也分析 毕竟呢金正恩他很有可能 10号到13号不久呢 明天的时候就会来访问俄罗斯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们将会呢当面呢 是面对面来讨论一些武器的交易等 所以呢俄罗斯他们官员 8号才并没有来官员是访问北韩 那么其实不止有阅兵仪式 北韩前一天呢 刚刚也可以听到 他们是特别的大秀肌肉 建造在一个水下可以进行攻击的 第一艘战术核攻击的一个潜舰 而且呢他的嫌号是 第841号的英雄金箭玉号 那么金正恩呢 他是在6号的时候参加了这个下水仪式 那么根据北韩他们公布的照片 路透和韩联社就报道 这一艘英雄金箭玉号呢 是苏联设计的633型 罗密欧 起的这个柴核动力潜舰改良而成 是苏联他们改造的这一艘改造而成 那么原本呢 罗密欧级的这个潜舰 它是并没有潜射弹道飞弹的发射管 但是呢 现在最新改造的这一款 它是有四个大型的发射管 六个小型的发射管 所以呢预计是可以将北韩 他们的海啸和鱼雷 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一些 潜舰的这些飞弹导弹 来携带的是可携带 那么金正恩当时呢 他就直言这个武器呢 就是要来用来对抗美国 他们的力量 那么面对呢 北韩现在其实在军事上 他们是发展的很快速 不断的有所突破 而且呢 这个时间点又正好是金正恩 他传出要访问俄罗斯的前夕 时事评论员郭正亮 他就认为这背后呢 肯定是有一个力量在支撑 至于是谁 一起来听 那怎么会突然金正恩 所有的东西都开窍的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 突然很会做 超高音速也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导弹各种射程 无人机 无人机 怎么突然之间 该有的都有了 对啊 比我们还多 怎么突然金正恩 智商变成175 对不对 所以这给他感觉 就是背后有力量 在支持他嘛 谁 当然是俄罗斯啊 因为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 把邻国给他核武器怎么可能呢 当然就是天高皇帝远的俄罗斯可能性最大嘛 那俄罗斯在排这个局其实也可以理解了 就是他觉得北约你这样对付我 那我就用白俄罗斯 哪一个你们最怕的 我就用白俄罗斯来对付你 那不是什么核武器运到白俄罗斯吗 那你日本敢这样对付我 那我就再运给那个北韩嘛 事实上他对抗的就是日本啦 还有日本的美军基地啦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看来中俄朝三方呢 他们的感情是越来越紧密 而除了北韩的建国纪念日期时间在国际上的一个重点钥匙 是在印度新德里登场的局团的峰会 那么由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确定缺席 那么这也给美国总统拜登他大力拉某某帮的一个机会 掌握这个主导权 那么印度的官员就透露美国现在希望呢 可以和大陆在大陆 希望可以和印度在大陆攻台的时候做出一些贡献 印方甚至是在考虑在中印边境和解放军交手 开辟新战场来协助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抵达印度参加基团体峰会 这一次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 是基团体峰会自2008年首次举行以来 大陆领导人第一次没有参加 原本气候以及俄乌的议题也落居二线 反而让拜登大展身手拓展印太策略 有机会夺下主导权 印度高阶官员指出 美国慎重地探寻印度 如果大陆侵略台湾 印度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印方正在研究可能的应对方案 包括充当后级补给的枢纽 而最极端的做法是 直接在中印边界与解放军交手 开辟新战场 美国并将在这一次的峰会 提出增加世界银行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的放款 约2000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6兆4200亿元 建议对抗中方的一带一路 而美中两国的领导人 却无法当面沟通以及较劲 而基团体在新德里 这个全世界最污染的都市举行 也让印度伤头脑筋 印度政府大费周章美化市容 大举捕捉流浪狗 方法相当粗暴 四处可见用套环的捕犬棍 强力脱狗 到7号为止 已经抓了上千只 最讽刺的是 等峰会开完之后 会把这些野狗放回街头 而为了确保领袖们的安全 英方投入13万人为安 商家学校银行 还有政府部门都关门 街头是空空荡荡 仿佛是做空城 初步估计经济损失 超过新台币19亿元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简直达 鼓吃室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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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月 3个月 看一下 都快食用 百分解 想